我是高齡,我來自台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及生物資源學系 在征戰參與了面試以及書城資料的準備課程 最後推增上了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其實在大三以前我對研究所其實沒有太多想法 然後之後在看到由學長姐以及老師討論之後 毅然決定先考研究所而取代工作 但在研究所考試過程中有分兩種 一種是針釋,第二種的話是直接筆釋 我不擅長筆釋,所以我一人喜歡選的針釋 而針釋的時候需要很多大量的資料 例如書審資料、背審資料還有最後面試 所以在網路上找到了針戰 在詢問親朋好友以及學長的建醫俠我來到了針戰 並且參加了這個課程,然後發現對我非常大的幫助 第一次聽到針戰這兩個字是在親戚吃飯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的小孩推薦上研究所 然後我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我就上網查詢之後 發現針戰好像有很多蠻正向的言論 就是說他們這邊很負責任很棒 所以我最後在百般思索之下最後決定了針戰 整個課程大概為期六到七個月 在過程中呢,老師一步步引導我如何寫出自傳 他在生物方面其實坦白說他非常的了解 就連他沒有接觸過的實驗 他也能大肆了解學生的想法 並且提供事實的意見 還有甚至可以讓我提出問題和教授討論 並且檢視我的數據是否和實驗有相關 一開始準備真是書面資料的時候 其實我是毫無頭緒的 但在老師的一步步引導下 我開始逐漸有了框架 我開始書寫了自傳、自我介紹以及實驗資料等 然後這部分也在面試的時候被主考官稱讚說 實驗資料寫得非常完善 除此之外,老師會幫我修改一些文字不通順的地方 假設如果我正在堅持我自己的想法 老師也不會強求我一定要遵照他的意見 凡事都以學生的意見為主 所以我在這方面我是覺得老師做得非常好 在上課過程中,老師一直告訴我說 一定要非常清楚為何自己要考研究所 是自己想要的期待呢,還是父母親的壓力 於是在思考之後呢 我得到自己的答案是因為我自己有興趣想要參與 而我這邊也有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畢竟我在學校的校排名其實也沒有很前面 但是我仍然有去考一些其他檢定 例如英檢、多義之類的 我覺得語文類的方面充實也是很好的方法 可以增加錄取的機會 在實驗的部分呢 我是在大三的時候詢問我的指導教授 是否有地方可以讓我實習 然後做實驗 因為我覺得說在做實驗 僅僅兩個月雖然很短暫 可是在日後如果你面試的話 會有更多內容可以和面試官討論 並且他會詢問你在實驗方面的過程、結果 甚至途中有沒有遭遇到什麼挫折 在我面試的過程中 老師會問你說文章中比較艱深難懂的字 所以這方面必須在平常的時候 多特別留意 才能在考試的時候比較不會思考太久 而且答不出來產生尷尬 如果倘若真的要開始認真準備的話 建議說可以去考取多方面的證照 以及開始撰寫自己的自我介紹啊 或是背景之類的 征戰是我覺得在征事這條路上 最能協助到學生的補習班 不論是資料的審查 或是面試實力的培養 都可以幫你快速找到問題 以及協助學生準備 所以我覺得加入征戰 讓你的研究所再也不是猛